你敢相信吗 现在还有人吃大锅饭 这是印度的一处孤儿院 眼前这些印度的小女孩小男孩们 都是一些失去父母的孩子 没有什么人愿意收留他们 他们在镜头面前纯洁地挥着小手 渴望着一份午饭 还好此时来了几个好心人 他们做好咖喱饭正在派发 所有的孩子们盘腿而坐 坐在泥土上 很感激这两位小伙子的热情相助 这位老爷爷就是这次活动的发起人 随着老爷爷的步伐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山里 四周都是青涩的草 长得快有一米高 只见两个小伙子端着一口锅 在里面加入冷水和大量的盐 烧开后再加入糯米饭蒸煮20分钟左右 这过程中不断搅拌 蒸煮完了之后再继续放入油 爆炒洋葱和菜椒 加入一些蒜头和他们特别制作的一种黄油 这一次的咖喱鸡肉饭放了大量的盐 然后又继续爆炒了蘑菇和一些其他的配料 在这过程中加入了大量的香菜和蒜苗 这两位老哥以前不是干这个的 是在村里给别人修路的 后来在一次修路的过程中发现有大量的小朋友在马路边坐着 仔细一问才知道都是一些没有父母的孩子坐在马路上 不知道往哪走 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老爷爷 老爷爷用自己的积蓄顾请了这两个老哥 帮孩子们每天中午做一顿饭送过去 老爷爷还给孩子们搭建了一个小木屋 咖喱鸡肉饭做完之后 绕过偏远的小山坡 再次回到了那个大马路上 所有的小朋友都知道这两位大哥哥要给他们派午饭了 所以耐心地等着 旁边的一些父女们正在看热闹 看着这两位小伙子 每天这些邻居都会准时出现 但他们从来都是对这些小孩子都不闻不问 因为他们家里也有好多个孩子要养 这些父女们经常看到这两位老哥来给这些孩子们送午餐 也想着把自己的孩子加入进去 但这两位老哥拒绝了 因为给这些无家无父母的孩子们做饭 就已经要花费很大力气了 况且老爷爷那边的积蓄也有些 除了一些小孩子这两位老哥会给吃的以外 有一些十多岁没有上学的年轻小伙子 老哥们也会给他们饭吃 他们排成一场队身上穿着各种颜色的衣服和拖鞋 这些十多岁的小伙子都是因为家里上不起学又吃不起饭 还要被父母赶出来的打工 平日里就靠捡一些垃圾拿去卖卫生 起初 这些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们也会害羞不敢去要午饭 但由于饥饿不得不低头 这两位老哥允许了他们跟这些孩子们一同吃饭 吃完饭这些年轻小伙子还会跟小孩子们玩耍斗他们开心 只见这些小孩子们全都用手抓着碗里的午饭 嘴里戴着不同颜色的口罩 衣服都是完整的 但大多数都是没有穿鞋的 今天的太阳不算大 他们坐在泥路上也不会躺屁 有一些孩子的脖子上还挂着父母给他们的物品 但父母已经不在了 特别决慘了 欧阳 有人说